各位, 你們好, 見到這個紅衣站 應該猜到我今次會介紹龍華的紅衣 沒錯, 今次和黃梯有兩天假期 所以龍華的紅衣玩了兩天 6979不少一定要逛逛 晚上非常熱鬧, 挺漂亮 天紅扣博商場12份最新的港人優惠 我會詳細介紹哪個餐廳吃得底 除了逛商場, 外周邊的環街我都會逛逛 會帶大家看看俄貨市集最新的人流 天紅超市的貨品究竟是否便宜 還會分享一間日本化的產品店 亦會介紹一間去年才建的酒店 這集會先介紹這間酒店開箱給大家看 在紅衣站可以在洛馬州搭四路線 往牛湖的方向坐十個站 大概二十多分鐘左右 直至去到紅衣站 亦都可以按照途中的地鐵路線 自己選擇什麼路線去到紅衣站 對手電是D出口 而且會經過6979 因為搏運動相機剛剛壞了 現在用手機已經在外面震騰騰騰 在外面震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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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橫是文保路 是呀 過馬路 要過對面那裏 斜對面要這樣打斜 要過這裏 要快一點 轉右 經過民生派出所 經過民生派出所 這裏是文保路71號 繼續向前走 五十米左右 他只知道 保內哈 民保路 看看建築物 看看誰像 這裏是米酒的家常英 美景酒店隔壁就是前規酒店 這是今晚我們入住的酒店 進到酒店 接著就check-in check-in的時候 之前就說我們可以免費upgrade 鎖了鎖匙 今次就搭這裏上去 進到這裏 又見到有機器人 就剛才送餐上去 看看他有沒有閉一 又不知 你看房間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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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就刷卡 一進來就有個洗手盤 今次上面有一批鏡 旁邊就有一些花生的衣架 這裡有一把傘 這裡應該是放平底的 今次我們進去廁所看看 廁所是企光來的 放些沖淚和洗頭的麵粉 企光就不少很大的 馬桶 馬桶上面就放了一些毛巾 今次我們進去看看 這個袋裡面就有牙膏牙刷用品 這就是玉帽 放在這裡 還有兩支杯 這支是洗手液 還有工筒 我們現在先放下 一進來就看到一張大廠 剛才那個 職員說我們已經飛了 我們現在住八樓 景觀應該是比較漂亮的 這個就是電視 電視也挺大 這裡有一個煲水 下面有兩瓶水 來一杯 打開下面的冰櫃看看 冰櫃全部都是水來的 有六支水 這裡就有一個垃圾桶 這裡就有些插頭和USB 令到有個看到應該是梯絲來的 先看看景觀 這個景觀也挺開陽的 今天就是陰天 這裡就有一個圓形的茶凌 還有一張椅子 這裡有些茶包 白茶 另外一包就是紅茶 下面下面有兩包華梅糖 這裡有一個迷你的茶壺 也挺精美的 床旁也有個充電位 另外有個電話 電話旁邊有個香氛噴霧 這個是一支燈 這個可以自動關鍵 現在正在關鍵 再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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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的另一邊 就有些拖鞋 有些電筒 先拿上去看看 這個櫃下面就有兩半個類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這一個就是電熱蚊香液 這裏是虛蚊用的 拆電用就可以了 先趕快試試 這個櫃上面有兩個遙控器 一個就是電視機 這裡有本書 這個紙薑盒 這裡也有一支電筒 還有一些插頭 T-C和USB 都有兩個膠牌 這個膠牌 這裡寫著禁止CAP IN 禁止CAP IN 為者就發本200元 另外這一張就是 如果你想換床單或者皮膚 就把這個放在枕頭上 如果這個門鎖不住 如果這個門鎖不住 它會 應該會提示來鎖不住 房間就參觀完了 雖然房間就不太大間 但都算是麒麗的 最重要是它比較新鎖 它久年才要落成的 有些東西都要站一站間房間 這個馬桶呢 當你去完廁所 一會兒它就會自動沖水 另外這個花灑的花灑頭也夠闊 相隔也夠力 還有去水位也去得很快 另外酒店也挺貼身 在床架上有一個感應燈 關了燈你走過它就自己會亮燈 這部電視夠大了 可惜它就看不到飛翠台 還有大部份的電影都要收費 舊的就完全都不好看 景觀真的不錯 非常之開揚 附近就是高鐵北站 所以就經常都有高鐵地車洗過 不過這個隔音就非常之好 外面一點雜聲都沒有 大床房最便宜就是539元 我們又經過Chut.com那裏訂 就稍為便宜些 價錢就是479.8毫半 而且首次訂它又會送早餐 我們這次就免費upgrade了 煮這個稍為高層的景觀大床房 如果Work in 假就要619元 就不包早餐 早晨呀各位 今天星期四 現在就8點半 現在就換了衣服 和王太打算下樓下餐廳 吃自助早餐 好,稍後又見了 這裏就是大蟹糖 這個門口裡面就是吃早餐餐廳的地方 炒米粉 這裏不是腸粉來的? 讓我試一下 腸仔 這裏就有番薯和芋頭 還有些豆類 這裏就是雞蛋和熟米 這裏就是豆腐乾之類 還有一些烈品 還有些紅椒 全部都熱熱熱熱熱 這裏就是沙律 有些醬自己偷沙律 還有些水果 還有一隻蚊 哇,這裡有很多蚊 這裏有些糕點麵包 這裏有個多士爐 有些麵包 自己烘多士 這裏有些果醬 到後面這些 這裏有些餐具 這裏有些白粥 這裏有些紅色的 這是粥來的 有些番薯 小米粥 這裏有些小米粥 這裏有些花生的蒸包 這裏有蒸包 鮮肉 鮮肉包 素菜包 用來的 餃子 蒸包 放著後面 肉煎蛋 油炸鬼 炸物 這裏有魚酥 鮮肉 雞蛋 這兩步前菜 這個番薯可以即場做些食鹽 煮個麵 有雲吞 蔥油拌麵 這裏有些調味料 有些蔥花椒 這裏有鹽麥 這裏有椰子水 杯子上膏 這裏有牛奶 豆漿 這裏有咖啡機 這裏有些茶包 外面就是這樣 是停車場 裏面就是這樣 裏有很多 裏有些食物 這裏有牛奶 炒麵粉炒得挺好的 不算油 味道都OK 這裏有豆腐乾 不算乾 都蠻好吃的 這裏有些菌類 菌類都蠻新鮮 口筋不錯 這條白色的腸口筋味道也OK 腸粉的太乾 這裏有餃子 有很多料 味道蠻好 但餃皮比较硬 这一块糕就一般,没什么味道 番薯就正常口感 这碗河饭是现场做的 做完之后自己可以加调味 这碗河饭也挺大碗的 里面有五六粒云吞 有一两条山菜 河饭也算是幼身的,也算挺滑 云吞里面也挺多肉 有少少黑木耳,味道也不错 可惜皮比较厚一点 山菜就正常口感 汤底比较淡 所以要自己加调味 尘可分,接下来一碗南瓜小米粥 这碗小米粥里面有少少南瓜溶 南瓜味不好出,而且比较淡 加些调味,加些花生 口筋层次就会丰富,味道就好些 这一餐自作早餐也不错 临早之前就先喝一杯热茶 酒店的大堂不是很大间 但是挺光满 而且挺干净的 中间又有个小卖布 有些特色的餐具 和一些护肤品 洗发水,洗澡液之类 也有香氛 柜位后面走进去有个护衣室 这个护衣室可能要预订才可以用 护衣室后面有个健身房 它只有一个跑步器和健身单车 旁边就是洗衣室的地方 应该是自作形式的 最后就多谢大家收睇 今集全季酒店开箱这条片 如果还没订阅 就麻烦记得订阅和给个赞 我们下条片又再见 拜拜